下面來關注中國大陸消息 大陸709案被關押律師王全璋 當局一直不讓家屬會見 週四早上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到司法部 控告山東省司法廳和臨漪監獄違法 王全璋 由於預防多次拒絕王全璋家屬會見 他的妻子李文足6月27日早上到司法部 控告山東省司法廳和臨漪監獄 非法剝奪王全璋家屬會見權的違法行為 李文足當天稍早發出消息說 早上8點24分 林一監獄打電話通知她 說28號下午2點會見王全璋 但王全璋的姐姐王全秀收到的通知是 27號下午2點會見 27號早上準備陪同李文足到臨漪探監的709家屬劉二敏 被一名非法闖進他家的國保警察攔住 不讓他出門 而在他家門外還有一堆國保守候 6月23號清晨 李文足和兒子以及其他709家屬 在臨漪監獄北牆外遭到一群偽裝成平民的國保騷擾 國保用銅鑼、大掃帚、撒水車、一塵車輪番攻擊他們 目前臨漪當局已經將當地的一些訪民 軟禁在家中或賓館裡 防止他們28號到監獄聲援 王全璋是709案被關押最久的律師 今年1月29號才被以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半 他被關押的近四年期間 家屬和家屬聘請的律師一直未被允許會見 外界質疑他可能遭到酷刑 新唐人記者雄斌、柏妮採訪報導